外形亮丽的国际技能竞赛国手莫子轩 踩着缝纫车赶至新衣 要将这件用色纯稳且带有年轻气息的衣服 送给劳动部长许明春 谢谢她南下为自己加油 也让收到礼物的许明春相当开心 这件事利用雷斯雨段布制作的春衫 然后设计重点是这个小小的原理 就是增加一点春天的感觉 比较有活力 这个袖口的拼接会让部长看起来更有精神 然后林子看起来也会更加的青春 然后我今天叫我来看几圈献身给她 谢谢 谢谢 太满意了 太满意了 你看 我今天这样一路来 我觉得这一次夺牌 这一当当 教师 胜利在旺 努力了这么久啊 两年耶 是是是 辛苦耶 不简单 事实上 穆芷轩今年该是大四毕业生 为参与世界技能竞赛申请休学 却又遇上疫情 让赛程举办反反复复 求学录因此落后其他同学四年 单一穆芷轩个性沉稳 坚持自己的选择 持续回到高职母校三名加上练习 要剑指十月在芬兰首都复办的世界技能竞赛服装创作项目冠军 我今年应该要大四毕业 但是因为要为代表国家出国 所以休学三年准备这个比赛 一开始会觉得不太能调试 但是后来想说这是自己想要做的事情 所以就是排除万难来准备 因为疫情的关系延后了两年 所以国所在训练的过程 感谢老师不眠不休的给予陪伴 那国所本身稳定性也非常高 所以我们期待他可以为国争光 拿回金牌 为中华民国在服装界占有一席之地 我们也感谢部长带领他的团队来一起给我们加油 三名家商服装科不仅在全国技能竞赛服装创作项目六连霸 也持续两年获得国手资格展现技职教育培育成果 记者积分采访不到